週三 特拉斯上任後 首次在議會接受質詢 承諾首先解決能源問題 並重申支持烏克蘭 特拉斯上任後 首先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話 特拉斯推文說 我今晚已和澤連斯基總統通話 重申了我們對烏克蘭自由和民主的鑑定支持 俄羅斯企圖將能源武器化 絕對阻止不了西方 烏克蘭可以長期依靠英國的支持 美國總統拜登週二致電特拉斯祝賀他上任 並重申美英同盟關係 特拉斯推文說 我們將在英美同盟的基礎上 通過北約和美英澳聯盟深化防務結盟 白宮發言人表示 美國期待與英國密切合作 對抗俄羅斯和中共 特拉斯內閣週三 召開第一次會議 週四將宣布一攬子能源支持法案 排除對能源生產商徵收新的暴力稅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李梅、明玉綜合報導 我們下期見到